世界最丑狗狗比赛 21号在美国加州登场 本届冠军由8岁的狮子狗狂野坛夺下 他在不到1岁时感染犬温热 导致他没有牙齿只能够露出舌头 右腿也会不停地战斗 而他的主人希望借由夺冠 呼吁大家定期接种动物疫苗 保护狗狗的健康 世界最丑狗狗的狗狗是 狗狗 狗主人欢天 喜地地冲上舞台 世界最丑狗狗比赛 21号在美国加州登场 这只8岁的狮子犬叫做狂野坛 他6度参战 今年终于夺冠 民众热烈地欢迎本届冠军 伸长手摸摸他杂乱的毛发 他不到1岁时就感染犬温热 通常会留下神经症状的后遗症 导致他没有牙齿只能露出舌头 右腿也会不停颤抖 他的主人希望借由夺冠 呼吁大家定期接种动物疫苗 保护狗狗的健康 本届第二名的哈巴狗 因为后腿行动不便 只能依靠辅助轮 第三名的米克斯犬 曾经流浪街头 保金风霜后才获救 大家虽然各有缺陷 但他们的主人都认为 自家的狗狗最可爱 世界最丑狗狗比赛有近50年历史 活动旨在带领民众 看见美的不同面向 本届冠军将会获得5000美元 近16万台币的奖金 同时狗主人也正在集资 拯救在乌克兰战区的狮子狗 目前已经帮助7只狗狗远离战火 找到各自的归宿 综合报道